柯文哲是民眾黨的黨主席 儘管他已經請假三個月 但是每天還是去上班 他說去工作 不知道一個請假的人 到底有什麼樣的工作 也許是做地下的工作也不一定 但是有關係到說 民眾黨內部的這些卡位站 媒體就會報導說 有些人在實習黨主席等等的 所以他們現在內部的狀況到底是怎樣 柯文哲請假 可是柯文哲仍然是具有 操控大家的能力吧 其實黃國昌如果 在那天晚上凌晨三點多 柯文哲是被羈押了 黃國昌就是民眾黨的一把手了 難怪 不稀稀 稀稀 不稀稀 對 不稀稀 他的眼神就是告訴大家 我不稀稀 那出來 那出來 那照出來 所以我才講 他差一點差一點 可是我要告訴黃國昌 差一點差很多 現在所有人對於民眾黨在立法院黨團的事比較有興趣 還是對於柯文哲未來的事比較有興趣 誰要管你民眾黨啊 對不對 誰要理你民眾黨在推什麼法案啊 柯文哲比較重要 你黃國昌有登上外媒嗎 你每天在立法院咆哮了半天 喉嚨快很吼破了 你有上外媒嗎 柯文哲 韓國 日本 日本 香港 新加坡 全世界都在談他 丟臉丟到困難 我厲害啊對不對 全世界都知道說 原來在中華民國有一個方式 可以逃過積壓 就是笨 笨無罪 笨沒有罪 真是笨 應該說蠢 蠢無罪 所以說在這個時候 黃國昌準備要當 民眾黨的老大 現在只能當二把手 對 二把手就像鍋子一樣 大家炒蛋炒鍋子炒飯 抓的主要的把手 有人沒事兩手在炒嗎 那會掃到身上 所以告訴你 二把手就是實習生 所以說現在 黃國昌永遠在爭取一件事 就是當柯文哲不在的時候 你們這一群蝦兵蟹將 群龍無首的時候 要聽我黃國昌 可是他不是不碰黨務嗎 但是黨務來碰他 當黨務來敲門 無奈 我真的不想碰 你看我到美國去 我都不想理 你一直在敲門 所以你看 三個跡象 讓他覺得他是實習黨主席 我們有那個實習生 有這個綜藝實習生 他是民眾實習生 實習黨主席 八月份政治獻金帳目 爭議之後 黃國昌幾乎是 執行配合的角色 核心圈賴幾乎沒有發言 因為你不能發言 那一趴沒有你嘛 市府沒你的角色 總統大選競選總部 沒你的角色 所以他 而且他要跟這種 不清不楚的帳 有一個距離 千萬不能黏上 對 那個都是 黨以前的事 我加入民眾黨 11月以後 目前來講 沒事 但是 變了喔 當柯宣布請假後 哎呦 情況批變 當黃國昌發現 柯文哲 可能會消失 三個月 或是更久 這機不可失 對 馬上 我來了 對不對 馬上在機不可失 過去一改不發言的狀態 反而是多次主動 限策下指導 其實說 你們搞不懂 你看那天 在記者會的時候 吳俞宣不是說 你這樣是什麼 你要搗亂我們記者會嗎 黃國昌怎麼講 哎等一下 等一下 我問你 外界是誰 外界是誰 金流多少 說啊 你說啊 你講啊 講不出來 我要怎麼回答你 他就是要做什麼 就是要當民眾黨最大的一個 所謂的策略核心 沒錯 那所以說你看 而且律師也是他找的 都是他 律師也是他找的 黃國昌 在黃國昌創立的 台灣公益 街壁 吹哨石 保護協會 任理事長 就他們一群人 對 就一群人 所以你有沒有看過 你有沒有看過 在場我們有律師在 打完官司以後 應該是 當事人出來 講話 你有看到律師出來 正被直呼 YA 外媒如果沒有看清楚 以為他是柯文哲 真的 所以我才講 這不一樣 為什麼黃國昌請來的 黃國昌請來的 那麼大家可以看 檢連吐吉黃 當天的老大踏出門前的檢訊 他有去 他有傳很多叫戰種子給人家 他不是沒有傳 他有傳 8月30號檢調上門之前 他不是晚了一個小時開門嗎 我們以為他在等律師 其實不是 他從28號開始 找這些創導員來談 29號就交代了說 我要請假三個月 30號 開始 他本來要到AIT會面拜訪 沒想到一大早就被人家帶走了 所以這段時間 他通了電話傳了簡訊 說第一個 黨內主管 要把台波大門的開門所 配合調查 不能裝作一個不配合調查的狀況 第二個面對所有的法律之後 柯文哲表示 絕對堅持拒絕交保 重點來了 他已經說他會拒絕交保 所以為什麼這次無保請回 因為如果你給他說 好 交保金 5000塊 5000塊 不保 我的清白我不保 他已經 他的態度已經出來了 他要拒絕交保 他都拒絕 不給 就是你要就壓我好了 捍衛清白對外 造成這種輿論 所以呢 他強調在 要求檢放拿出證據 不然我就 你就不壓我 那如果你拿不出證據 你叫我交保 我就不走 所以大家可以體諒了解 明白為什麼他當庭站起來就要走 他就要營造那個當庭被壓 然後你叫我一塊錢 我都不交保 他想的是政治 對 所以我現在慢慢了解 為什麼法官要給他無保請回 因為罰你一塊你都不保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就不讓你得逞 那麼檢察官手上的證據 有多少 有多少可以讓他不能裝笨 裝傻裝不知道的證據 我覺得在檢察官提出重新 如果是被駁回 駁回地院再審 我覺得柯文哲 你要改變你的策略 他現在覺得他好厲害 他現在出來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是政治打壓 你可以這樣子嗎 我覺得這樣子很糟糕 沒關係 別緊張 全賽不是打一場 一場一場的來 柯文哲後面要面臨的事情 還很多 除非除非 柯文哲真的傻了 真的傻了 那真的沒轍了 如果他真的傻了 那不是壓與不壓的問題 保外就醫吧 感謝北辰將軍的解說 我請阿苗短評一下 你怎麼判斷民眾黨接下來 黃國昌他現在是實習黨主席 他這樣子就會上位了嗎 他本來不碰黨務的啊 那現在真的是黨務來碰我 我不上位也說不過去囉 如果黃國昌願意當下 成領導這個黨的彈子 其實我要給他肯定 給他respect 這代表他長大他成熟了 過去他在不管是太陽花的時候 還是在時代力量的時候 他是比較喜歡做隱無者 就是凡事都要照他的意思來 但是他不做承擔者的那個人 還記得如果時代力量 他這個本來一開始行情很好嘛 一創黨就有五個立委嘛 然後後來走下坡的原因是因為 黃國昌不喜歡其他人的路線 把其他人都趕走之後 照理來講其他人都被你趕走啦 應該你出來承擔大任嘛 結果他躲在他的指定代理人後面 都推別人推聽他話的人出來當黨主席 結果他變成有權無者 到最後時代力量一路走走走走 走下坡之後 他離開時代力量 都照他的做走下坡他離開了 這是一個其實不好的領導風格 所以如果他這一次真的出來承擔 比如說阿伯被約談的時候 黃國昌出來講說 秉持著清廉百分之百不打折的原則 我們靜候司法調查 把柯文哲停權掉 然後他出來當代理黨主席 我給他一隻大拇指 但可惜沒有嘛 因為他們成立應變小組 相信主席的問題 包圍這個法院門口等等的 那也沒有出來承擔責任 所以呢要扣分扣一半 只能先給這樣子 那民眾黨今天在立法院說 我們要這個凍結監察院 刪除監察院所有的預算 這就很難看 這都很難看 因為監察院是什麼 監察院比你黃國昌更關心你的黨 監察院4月8號就告訴柯文哲說 你的帳做錯了 你黃國昌都沒有提醒柯文哲你的帳做錯 監察院提醒 照理來講監察院是什麼 是柯文哲的恩人 因為監察院提醒之後 後面這一連串的事情 才讓他們想起來 我怎麼給木可公司一千五百萬 我只想給他一百四十萬 說我要跟他討一千三百萬回來 你跟木可公司你的黨討了一千三百萬 還多了一千三百萬 你們不謝謝監察院來不及了 反而要刪他預算 那你覺得他下一步會不會刪法務部預算 不 他下一步要刪的是大法官的預算 我在這邊先預言 如果大法官的判決不照國昌的義走 他下一步會刪 他會黨審查新任大法官提名 然後他會刪大法官的預算 因為監察院是這樣 一爆鳥七二彎 你把他們黨的政治現金的帳 都翻出來爛帳一堆的時候 你沒有用 你要刪掉預算 這是不好看 好厲害的黃國昌 不可以這樣子啦 因為全國人民看在眼裡 如果把你的弊案查出來 你就要刪他預算 那人家就會說原來你選上 第一 自肥給自己權利 第二 阻擋別人查你弊案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誰敢給阿伯當總統 萬一阿伯當總統 然後人家查到阿伯 阿伯都按你預算通通打差 哇 帥喔 所以要小心阿伯 國昌這一招是在害你掉票 沒錯 真的是害他們掉票 跟國昌講一下不可以這樣子